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上面停了一只锦机 这根枝条受到重力就往下倾斜了 这是一句废话 但是我一定要讲出来 据说这幅芙蓉锦机图是人类迄今发现的 最早关于鸟类杂交的记录 少一得也就是缺得了 是不是画家忘记画了呢 这期要讲的话是藏于北京故宫的 宋徽宗提芙蓉锦机图 这幅画呢是一幅缺得的画 还是关于鸟类杂交的最早图像记录 非常有意思啊 那么老规矩顺着画面内容往下讲 首先是画面的左下角 这里呢有两株白色的橱橘 仔细看橱橘的根部啊 就可以看出啊 这两株橱橘呢是长在斜坡上的 这点非常重要 说明这幅画不是折织图啊 折织图是花鸟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简单说就是描绘折下来的植物的画 具体以后会讲到 那么这幅画明显不是啊 画的是长在土上的活生生的植物 那么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画的活生生的呢 画中的橱橘啊 从花蕾开始到盛开 正面侧面反面都画出来了 这些都没什么大不了啊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啊 画中的橱橘的枝条细细长长的 看上去比较瘦弱啊 感觉都撑不住花朵了 那么讲到这里呢 养花的人一定跟我有一样的判断啊 这株橱橘大概率是缺乏光照啊 土长了 那么画中的橱橘为什么会缺乏光照呢 答案就在画中啊 这是因为这株橱橘呢 长在一株巨大的木芙蓉的下方 光照不行 容易土长 所以呢 画中橱橘细细长长的样子啊 非常符合植物生长的特性 如果画家把这株橘橘啊 画得非常紧凑均匀 非常茂盛 那就不符合实际了 因此呢 从橘橘的这个细节 我们就已经可以感受到 画家是安实景画的了 那么接下来呢 看看画中的木芙蓉 是不是也是安实景画的 从左下角的两株橱橘往上看 在画面左侧的中间啊 探出了两条木芙蓉的枝条 一条向画面右上角倾斜 这符合植物的生长特性 而另一条呢 却平行朝向画面右侧 还稍稍有点往下倾斜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上面停了一只锦基 这根枝条呢 受到重力就往下倾斜了 这是一句废话 但是我一定要讲出来 很多人觉得你废话太多了 这有什么好讲呢 枝条上停一只鸟 肯定会被往下压一些的 再自然不过了 但是往往厉害的人事物 都是浑然天成的 看上去毫不费力的 那些看上去再自然不过的人事物 其实都非常值得 我们为它多说几句话 所以呢 我要再多说几句啊 画中的木芙蓉的花 光花蕾就有两种状态 有刚刚长出来的绿色的花蕾 也有能看到花瓣颜色的 含苞待放的花蕾 而开放后的木芙蓉呢 甚至有开放程度不同的四种状态 叶子就更不用说了 老 嫩 正 反 都画出来了 完美再现了一株 自然界中的木芙蓉 应该有的样子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画中的木芙蓉的花瓣颜色 是白里透出比较深的红色 有点紫红的意思 这里其实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是什么信息呢 我们来对比看一下 同样画着木芙蓉的送画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 南宋里迪红白芙蓉图 看懂这幅画你就明白了 红白芙蓉图上呢 画着四朵木芙蓉 有刚刚开放的 白里透绿的木芙蓉 有盛开的白色木芙蓉 还有盛开的白里透红的木芙蓉 还有还有 还有微微闭合的 白里透出深红的木芙蓉 这画的是一种叫做 醉芙蓉的木芙蓉 醉芙蓉的特点呢 是清晨初开始啊 花灌洁白 然后呢逐渐转变为粉红 午后至傍晚时呢 会逐渐变为深红色 那么红白芙蓉图中的 这四朵木芙蓉啊 不是一株木芙蓉上的四朵花 而是木芙蓉从清晨到傍晚 四个不同时间段的 四种不同状态 那么看懂这幅画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芙蓉景积图中的木芙蓉 它的花瓣呢 是微微闭合的 红到发紫的状态啊 这种状态呢 就是傍晚时分的木芙蓉了 再加上木芙蓉秋季开花 画中的储菊呢 也是秋季开花 因此呢 画中的季节呢 是秋季的傍晚 那么从画中的木芙蓉啊 我们就可以解读出 这幅画中的季节和时间信息 只有这种木芙蓉啊 才符合宋徽宗的要求 那么宋徽宗的要求是怎么样的呢 据画记卷史记载 龙德宫装修的时候 宋徽宗找了画院中最高级别的戴照啊 来画屏蔽 但他看了觉得啊 都画得不行 也就是说最厉害的画师都画得不行 唯独看到殿前郎柱上啊 一位新来的少年画的月季花 宋徽宗觉得画得非常好 给了少年很多赏赐 那么大家都感到非常不解 有个人就上前问他原有 宋徽宗回答说 月季鲜有能画者 盖四十朝暮花蕊叶皆不同 此作春时日中者 无毫发差 顾后赏之 也就是说宋徽宗能看出画中月季 所处的季节是春季 时间呢是日中 他对画中植物的要求啊 已经苛刻到这种程度了 虽然当时的月季啊 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但是我们能通过芙蓉紧基图中的 这个木芙蓉啊 感受到宋徽宗对画中植物的高要求 那么接下来看木芙蓉枝条上的锦基 它背向我们 向右侧回头 看向右上方的空中 那里有什么呢 有两只蝴蝶 一只展示着正面的花纹 另一只展示着侧面的花纹 虽然这两只蝴蝶是配角啊 但是不同样 全方位展示给你看 蝴蝶是什么样子的 好像现在蝴蝶图件中会出现的插图一样 非常精确 那么综上可见呢 芙蓉紧基图画的是秋天的傍晚 一只紧基栖息在一株木芙蓉上 看着两只正在回家的蝴蝶 非常真实的在线了自然界中会出现的一个场景 但是啊 说实话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啊 看到这里啊 这幅画还是没有什么意思啊 其实这幅画有意思的地方藏的比较深啊 请大家耐着性子听我继续往下讲啊 我们来讲讲画中的主角 景基 从整体上看是比较强调景基的背影啊 特别是又长又华丽的维羽 景基的头顶呢有金黄色的鱼罐 非常长啊 披肤在后颈上有点披肩长发的意思啊 那么景基的后颈呢是白色腹瓦状羽毛 像屋顶的瓦片一样啊 白色腹瓦状羽毛 还带有黑色的西边画纹 那么再往下 腹部是红色的 而背部呢 看上去是深褐色的 但是放大的话 能看出来是青色的腹瓦状羽毛 带有黑色的西边画纹 那么背部往下 靠近尾部的尾上腹羽是金黄色的 那么再往下 长长的腹羽的底色呢 是黑色的 上面有深褐色的斑纹 那么整体呢非常长啊 是景基身体的两倍 维羽的尖端呢 还带了一点点红色 那么这只景基身上呢 一共有五种颜色啊 青色金黄色红色 白色黑色 那么这五种颜色呢 会让人想起之前讲过的 孙辉尊五色鹦鹉图啊 那幅画中的鹦鹉 也恰巧是这五种颜色 青黄赤白黑 刚好是道教中代表 木土火金水的五色 也对应着五个方位 因此呢 从孙辉尊喜欢道教的角度 来解释这幅画的话 可以说这只景基和五色鹦鹉一样 都象征着天下 预示着与国家设计相关的吉兆 至于那种文粗粗的话 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另外比较有意思的是 这只景基的头顶啊 是金黄色的鱼罐 腹部呢是红色的鱼毛 这两个特征啊是我国特有的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红腹颈基的特征 而后博颈啊 这个白色的腹瓦状鱼毛 却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白腹颈基的特征 也就是说这只颈基啊 既有红腹颈基的外貌特征 又有白腹颈基的外貌特征 那么刚刚说过了 画中的植物呢 都是按实景化的 难道画中的颈基不是按实景化的 是假的 当然不是啊 是真的 是假的话 孙徽宗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画记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啊 有一天啊 孙徽宗召集了画院的一帮画师画孔雀 那么画的是孔雀 抬起右腿要上到腾边的凳子上去的这样一个动作 孙徽宗看到之后啊 立马就看出不对劲了 说这不行啊 然后告诉人家 孔雀登高抬脚 一定会先抬左脚 究竟是不是这样的 我也不知道 至少从这个故事可以知道 孙徽宗对于动物的观察 已经非常细致入微了 那么由此可以推测 福龙颈基图中的这只 同时拥有红腹颈基和白腹颈基的外貌特征的颈基 肯定是孙徽宗亲眼见过的 是真实存在过的 但是呢 一直没人能解释为什么会画成这样 直到2016年啊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发现啊 这幅画中的颈基啊 是红腹颈基和白腹颈基的杂雕个体 虽然研究所公布的这个杂雕个体的照片啊 跟福龙颈基图中的颈基还是有点差距的 但是在一本叫做《野鸡智科图鉴》的书中啊 其中一幅插图啊 与福龙颈基图的这只颈基啊 非常像 那幅插图呢 就是一只红腹颈基和白腹颈基的杂雕个体 《野鸡智科图鉴》是1872年 美国鸟类学家联盟的创始人 丹尼尔吉罗艾列特出版的著作 其中的插图呢 委托的是约瑟夫沃尔夫和约瑟夫斯密特等艺术家 然而早在距今大约900年前啊 我国的古代画家就已经记录下了质类杂雕的现象 据说这幅福龙颈基图啊 是人类迄今发现的最早关于鸟类杂雕的记录啊 牛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画中的提诗 提诗位于这幅画的右上角 在两只蝴蝶的下方 字体用的是寿经体 也就是说是孙徽宗写的 诗的内容是这样的 秋静聚霜肾 鹅冠锦羽姬 已知全武德 安逸肾福一 第一句秋静聚霜肾 聚霜 拒绝的聚夏霜的霜 聚霜是木芙蓉的别称 秋静聚霜肾 这句描述的是画中的木芙蓉 在秋季开得非常茂盛 额冠锦玉姬 这句描述的是画中的锦姬 已知全武德安逸肾福一 有人认为这幅画中的锦姬呢 是宋徽宗的字语 那么这首诗说的是宋徽宗本人具有武德 还从武德的武联想到宋徽宗传说中的生日 5月5日 但是宋徽宗的生日其实是10月10日 5月5日呢只是古人造的一个谣言 所以在用古代文献的时候 一定要确认一下信息来源 古人说的不一定都是对的 具体在之前的宋徽宗五色鹦鹉图 那期已经解释过了 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已知全武德安逸肾福一的武德 指的其实是鸡的武德 目前认为是汉代儒学家韩英 在《韩世外传》中提到的文武勇人性 其中的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叫做天摇的人不受乳埃公的待见 他就告诉卢埃公说自己要离开了 卢埃公问他为什么 天摇认为自己的能力出众而不为所用 正如既有武德却只能沦为实物一样 那么从这个典故来推测的话 宋徽宗诗中说的 已知全武德的意思就是 他自己知道大臣的才能 能明辨贤臣 那么最后一句 安逸圣福一 比福一还要安逸 那么福一指的是什么呢 福一指的是水鸟 俗称野鸭 这里再补充一个知识点 郑和七年 道士零零素提出 宋徽宗是神霄玉亲王 上帝之子 主南方 后长生大帝君 也就是说 宋徽宗是长生大帝 主南方 而福一是水鸟 水在五行的方位是北方 因此有人认为 安逸圣福一的意思就是 北宋的臣子 安逸圣过北方的臣子 这句事要是放在 北宋国父立强的时候 解释起来就是 夸耀自己的国力 但是要是放在 被北方打得节节败退的时候 解释起来就是 希望大家不要投奔北方 完全是两种意思 很多人都会朝着 自己想升华的主题 朝着那个方向写下去 但是呢 目前不能确定 这首诗提写的时间点 所以我个人认为 不能过度解读 只能按字面意思理解 以知全武得 安逸圣福一 君王他已经知道 尘子的 保证尘子能过上 安逸的生活 也就是宋徽宗 对尘子的许诺 然而我个人觉得 孙徽宗的意思可能不止于此 为什么呢 先来讲讲 为什么文武勇人性是 鸡的武德 首先文武勇人性的 文指的是 鸡头上的鸡关 好像文人戴的帽子一样 所以鸡关代表文德 文武勇人性的 武呢 指的是鸡的鸡句 就是后爪 是鸡爪上面 突出来的一小节鸡爪 那么鸡打架的时候呢 会用到鸡句 所以鸡句代表武德 而面对敌人的时候 公鸡不会退缩 会勇敢面对 所以被称赞有 文武勇人性的勇德 另外鸡有食物的时候呢 会咯咯咯的叫 会呼唤朋友一起来吃 所以被称赞有 文武勇人性的人德 最后文武勇人性的信 指的是鸡每天早上 准时打名叫醒大家 非常值得信任 所以被称赞有信德 那么同样画出鸡的武德的送话 有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 南宋禅僧梦窗的竹鸡图 画的是在破晓前的竹林中的 一只白公鸡 这幅画非常有意思 简单说一下 画面内容呢 与佛经的首人言经第十卷的 一段有关 是佛祖告诉他的弟子阿南 如何引导世间的人 修行佛法的一部分内容 佛祖对阿南说 那些修行的善男子 在即将发大鸣雾的时候 就好像公鸡第二次鸣叫的时候一样 天好像还是很黑啊 但是抬头看看东方的天空中啊 已经有一些光亮了 也就是说 虽然周围的天色 还是黑机器的一片 但是曙光已经开始慢慢显现了 因此呢 画中的这只白公鸡啊 可以看作是修行的人 他站在破晓前的竹林中 就是修行的人 快要顿悟的意思啊 佛画真的很有意思 那么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啊 为了能画出鸡爪上面 凸出来的那一小节鸡具啊 代表武德的鸡具 逐鸡图呢 特意画的是鸡的侧影 而佛绒锦基图中的锦基呢 画的是背影 很明显没有要画出 代表武德的鸡具的意思 而现实中 锦基也是有鸡具的 也就是说在佛绒锦基图中啊 鸡的武德文武勇人性 有义德没有被描绘出来 少一德也就是缺德了 是不是画家忘记画了呢 当然不可能忘记啊 因为宋徽宗是一个 非常强调写实的人啊 刚刚也讲过 他连孔雀台腿 仙台哪只腿都仔细观察过 因此呢 我个人认为 宋徽宗有可能不希望 去强调鸡的武德中的 代表武力的武德 特意没让人画出 代表武德的鸡具 再进一步推测呢 这只锦基 很可能代表的是文臣 北宋众文轻武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同时呢 这也打破了那些 认为画中的锦基是宋徽宗的观点 毕竟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缺德的锦基吧 这幅画中的诗表达的应该是 宋徽宗向文臣的许诺 保证你们会有富贵安逸的生活 那么再结合 宋徽宗有赐花鸟给大臣的文献记录 这幅画呢很有可能是要送给某位文臣的 具体是哪位呢就不得而知了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关于这幅画的解读了 画很简单但是很有意思 那么到这里呢 我个人觉得与宋徽宗相关的 比较有意思的古画12幅就讲完了 是从去年的5月份开始的 谢谢一直听我讲到这里的大家 后面呢可能会出一期 总结也可能不会出啊 看心情啊 祝大家五一快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